大家好,我是老何 今天是国庆 首先祝福咱们伟大的祖国 72岁华旦 那今天老何呢 来跟大家分享一款 小太阳 深西的小太阳 这是来自新西兰的啤酒 说到新西兰的啤酒呢 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全世界绝大多数的优质的啤酒花 都产自新西兰 它的在啤酒花的这种量上 绝对没有办法去撼动的 所以新西兰的啤酒呢 也能够在精亮啤酒界 占得一席之地 其中深西就是它的代表 而这款小太阳 它之所以这么热门呢 主要是在整个深西系列里头 它的价格应该是比较亲民的 这样一罐330毫升的 大概在20块钱左右吧 对比其他的来说呢 这个价格已经很清明了 就是对比深西的其他系列啊 它的酒精度 是我记得是4点几来的 然后它的原脉 4.7原脉这种度15度 来吧 今天老和来跟大家分享这款深西 这是一款浑浊型的IPA 打开盖子以后 马上能闻到那种浓郁的啤酒花的香味 整个啊 这个为什么叫太阳 我觉得它的这个你看 设计的 比较就是青春活力吧 有特别有阳光 有朝气的橙色黄色搭配 然后酒铁的颜色呢 是这种就是浑浊型的金黄色 跟那啤酒还挺配的 我喝过深西的其他系列啊 像什么一剂啊等等这些的 那都是很不错的 而且深西也在不断的在推陈出新啊 有好多新的啤酒 都是很不错的 只不过它的价位确实很难接受 这就算是最低端的一款 我们来试试吧 闻到的就是那种啤酒花 带来的那种啊 符合型的水果的香味 热带水果的香味会比较强烈一点 他们管这个叫什么 百香果的香味 其实就是符合型的热带水果香味啊 你可以闻到各种各样的水果 什么葡萄啊 橘子啊等等这些的 来试试它的口感吧 哦 确实啊 作为 虽然它的价格达到20块 但是在整个深西里头 作为一款低端的精良啤酒来说呢 口感还是稍微差点意思啊 没有那种厚重感 整体的入口呢 稍微偏点苦 然后 在口腔中那种香味啊 不是特别的明显 就是那种符合型的热带水果的香味 持续的时间不长 后味呢 还基本上没有感觉到 这是我第一口 第二口 第二口也是苦味稍微偏重一点 然后香味一般 再在回味当中呢 会有一点点发色 就这么一个感觉 比起那个异技啊 还有叫什么影的那个 来说呢 这款啤酒就 显得差了很多啊 但是 整体从它的这个 包装设计啊 我会非常喜欢啊 这种色调 搭配的非常好 其实到了这个季节 我反倒会喝一些 像这种浑浊的 还有双倍的 甚至三倍的IPA 来配一些就是 干炸的鱼啊 或者一些干果 来享受一下 还是很不错的 虽然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深秋的一个季节啊 但是 啤酒还是可以作为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好了 今天就是老何在国庆节给大家分享一款 非常有活力的深吸的小太阳 虽然低端 但是 能够用这个价格喝到深吸的啤酒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